希望清醒 強勤先生 強勇帶過你們 那位到底做什麼 他這樣摳 這樣跪 是真的行政院整個法案是有問題嗎 我今天早上陪屏東跟台東的原住民領袖 去立法院去陳情 也就是為了這一點 因為行政院版的原來的第十二條是很強硬的 就是政府只要是在安全堪餘或者是違法濫建的土地 就可以直接劃定特別的區域 就要求他們限制住居或強制限制遷居 遷村 然後與他們適當的安置 也就是說政府的主觀的裁量權非常非常的大 中間原居住者他們的意見幾乎沒有任何表達的機會 那我必須說從昨天這些原住民的朋友他們知道 還有包括南部的災區的人知道這事情以後 一波一波的到立法院來陳情 所以昨天整天看起來在兩個不同的黨團 都已經達到一定的內部共識 就是要以居民和災民為主體來考量這個事情 而不是完全用政府的政治考量就直接行政下去運作 所以到了今天早上 根據我的了解 雖然就是文字還沒有確定下去 可是兩個黨團都在內部有了一定的共識 所以後來我看到陳寅講完這個話以後 高金就說他也在協商現場 他知道我們有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要給立法委員一個鼓掌 因為他們時間非常的短三天之內要完成一切的立法 所以能夠在一個原始的版本很容易造成 行政滅村的這個誤解 而且會讓災民非常恐慌的這個第十二條上面 的確增加了跟災民的諮商跟取得共識 雖然到現在這還是宣誓性的 在執行的時候不曉得會不會真正確實的執行 但是把這個精神加進去 對於現在對於前途茫茫 而且生死未捕的家人還很多的那些災民來講 是一個比較大的進步 立法委員真的覺得還不錯 蔡委員你們執政黨怎麼訂一個條文 訂到一個立法委員必須過一根哭才能夠解決呢 他為什麼虧為什麼哭我看不太懂就是了 因為他講說千春就等於魅族 是這樣子的嗎 是不千春會不會魅族呢 這才是大家關心的風險 我要談一個就是說 這是兩難 大家講題目講說大觀收了算 千不千春其實不是大觀收了算 是上昌收了算 上昌我們的地形地物說這邊不適合住了 那你可能記很多的理由說 你還想繼續住下去 這對政府也是兩難 每一個想當大觀的 沒有幾個想像楊智陽這樣幹事 你反對千春 以前不是那個什麼紅毛春嗎 你們反對千隻幾十年 哥哥哥在那邊 為什麼沒有人要當壞人 沒有人覺得當壞人有媒體會支持他 沒有人覺得當壞人 這個什麼專家寫者會出來幫這些大觀講話 這大觀事實上是很孤零零的 最後結果什麼 這不千春嘛 每隔幾年在哪個大風災呢 那反正什麼 這細的細的細就沒辦法 現在問題難就難在這裡 我們現在看看我們的對岸他怎麼幹 同樣的摩拉克颱風 他8月8號我們台灣還 那個時候消息還沒出來的 他8月7號跟8月8號兩天 竟然能夠從山上跟海邊 一下兩夜之間撤走120萬人 他死傷人數降到最低 對我舉個例子 前段時間我去看長白山 怎麼長白山上面都沒有房子呢 我都問得很奇怪 他說因為他們曾經發生過雪崩 造成很多災害 下一道命令封山 長白山上所有的韓國 什麼韓族的 以及什麼滿洲族的 通通一立移下來 但是給他們很好的待遇 從來規劃等等保持他們的文化 他們都做到了 那從此以後呢 沒有再發生同干的災情 所以就是難都難在這裡 政府要請你千尊 絕對不是惡意說 要危害你文化 是希望保全你的生命 生命存在的 不要像小林村這樣子 你就會有文化 你就會有什麼 什麼接下來的歷史作用 這個很難嘛 對沈醫師今天一個癥結點就是說 賢政院送過來的條文 基本上強制賢政院是很強的 他說如果災區裡面 你安全勘力 或者是違反難肯的這個土地 他可以強制去千尊 本來是有這個條文的 那後來他把它改成比較 彈性一點點 又諮商取得共識 可是我們要問 你當立法員很久對不對 以前立法員沒有這樣子啊 我跟你講改了以後 就是沒有牙齒了啦 取得共識 什麼都不會做了啦 就是不會做了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我寧可站在政府的這一邊 政府如果不是說 為了大家的安全 為了英文的大家的安全 吃霸心也會給你千尊 千尊也很會議題的事情 但是你過去一個學校 毀了重蓋 毀了再蓋 連續三次還要在原地重蓋 你跟我說這什麼意思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政府也應該用心 讓這人千尊以後 能夠在新的地方安身立命 能夠維持他的生活型態 讓你感覺沒有很惡 甚至覺得說比國人的存在更好 如果人家又不簽過就不太行 但是呢 改簽就簽 沒有什麼道理 我認為這次的災害這麼嚴重 應該是可以順勢而為 如果災害這麼嚴重 政府都還找不到一個藉口 來強制執行千尊的話 那以後都不用說了 所以現在的政府 現在是不是父子祈禮 怎麼做好像都不對 今天 包括劉兆選 講臨邊 必要的話也不問要千尊啊 村民都在嗆到 這個我昨天就預測到 怎麼辦呢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今天的發展 今天這種地方淹水太厲害了 會劃定一些特殊的 這個環保衛生的管制區 在這裡面先把它管下來 然後盡快的一次把它弄乾淨 然後再讓它恢復生活的機能 那麼假設有這樣子的處理的時候 有這個需要的時候呢 我們會宣布 那這裡面的居民 他們要暫時可能要去搬出去住 四桌四桌 沒有 如果叫你搬 你的房子要搬嗎 沒有啦 沒有啦 要搬那一堆 電子沒錢 要搬那一堆 我們可以暫時離開啦 這個可以 要叫我們說全部搬走 不可能啦 政府也付不起這個在家 欸 蕾倩 現在是補考的內閣 到南部去了 你看你要做一個政策 民眾不配有 第一個 第二個在立法院 立法院要哭 調案到怎麼辦 政府的強制執行權 在緊急危難的時候 的確是要去執行的 所以我同意大家的講法 不過我還是要說 這個重建條例沒有那麼簡單 它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越過了土地 跟現在的這個農地的 這些交換的 還有包括很多很多 將來可能會造成政商勾結 或者是樁腳利益的這些細節 所以說災民本身 完全沒有被諮商 或者他們沒有辦法 加入介入這個討論過程中間的話 那麼就會變成一種非常高高在上 由上而下 非常高傲的做法 別忘了921的千村裡面 其實最成功的是天湖部落 他們是在一個尊重他們文化的情況之下 搬到了一個更好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想災民並不是會無理要求 也不一定會認為說沒有強制力 他就不會千村 他們也會在安全的考量之下 只是要求最起碼的尊重而已 現在政府最要注意的是什麼 是你的執行力還有你有沒有一貫性 光是一個小林村 到底要不要繼續開挖的這個問題 後來千村到哪裡 是不是有反覆的問題 光是一個屏東林邊村 在8月26日上午是劉兆顯自己宣布的 林邊積水不退 國金要撤出 災民要暫時撤村以利進行消毒 結果到了下午看災以後 重建推動委員會的副執行長 陳振川自己宣布 林邊積民不需要撤村 國金繼續留在那邊 你不是打了劉兆顯一個巴掌嗎 如果千村跟撤村沒有政府公權力強制執行的話 就是這個後果 其實這個決策反覆 包括會讓政府的威信不張 公權力不能弱勢 然後公權力受傷 劉院長的民調現在只有11% 隔魁是走不出去的 我希望大家關注一下這個禮拜天 日本的國會選舉 馬哈山政權避垮無疑 他還是在10%民調以下 日本天皇不能換 人民知道說首相總可以換吧 我總統未來兩年半不能換 但是隔魁總可以換 這問題從林邊香又看出一個斷倪 所以這次整個不愛剛好 這個風災發生後我在台灣 我觀察的結果 我同意這個 這個服從信的意見 我認為一個政府 只要是朝令夕趕 還是說做決策做太快 做決策做太快 以後馬上又改變 基本上這個政府 就顯示了它第一個特色 它就是說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做決策 而且它是無能的 另外就是說 我們知道在一個災變當中 尤其在重大自來災害當中 我們都相信政府的能力 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我這次觀察我們台灣的這個 除了政府以外 我觀察到一點 我希望能夠提出來 大家能夠幾次廣議 就是說我們在面對這 這麼重大的災難的時候 社會的紀律性在哪裡 因為我們都知道 政府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政府的能力 假設不是很周到很好的時候 那麼人民的紀律性 比較好的一個社會 它就可以幫助政府去改善它 在這樣一個災後的一個建設 重建的時候它的一個效力 好今天還有一個離譜的事情 我們國防部的部長 寫了信給救災的這個官兵 一封信 那見屬另外一封信 結果竟然出現什麼事情 要去救災之前 說有將官 有高官 叫那些阿兵哥 聽完這些信以後才能夠出發 那我們回到 過去三十幾年前我們當兵的時候 早上要讀陳訊 難道現在到這時候還是這樣子嗎 我是想說這也不是陳造明個人的意思 也不是他有意思搞個人崇拜 就是他下面的這些官 一些馬屁精 做這些樣子給陳造明看 說OK你看 我給你搞個人崇拜 如何如何 大家對你如何尊敬啊 是不是 可能陳造明本來沒有惡意啊對不對 他只是寫信啊 結果下面怎麼拍馬屁啊 拍成這樣子